卡六甲分会岁莫祝福 志工演艺药师如来舍达院 民众看了有所感触 我们再多的钱也没有用 如果是病痛来到我们的身边 我们可以不要那个钱 最主要还是身体健康 大家平安顺利 以药师佛的精神帮照顾户重新振作 台上的见证分享 让行动不变的民众看到另一个希望 感恩过去 展望未来 众人都将手上的符绘红包 视为珍宝 在这个慈祭这个氛围里面 可以感觉到一些爱的祝福 是希望妈妈健健康康这样 让我们姐妹也放心这样子 一次场面我没来过 当然开心的 义工啊 帮忙人家也是开心嘛 是很好的现象啊 因为改变了这个 私贿 垃圾就很像黄金啊 反正把大家一起做不会累啦 民居前程 四个场次的岁目祝福 超过2400位志工和民众 用爱点亮星灯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 最后报告 点亮星灯